哈囉 大家好 男神 老闆 他現在出場是男神 我現在是名字不太好 回憶紗 限定組合 許久不見了阿偉又開新餐廳 老朋友王子要挺的吧 邀請我的年贏額都會破20億 找過你的這個品牌 都還有持續在這個線上 那找我一點的就 暫時先收起來 對 就是夠熟才敢虧 但現身背後的意義 難不成暗示棒棒糖的回歸 上上禮拜我問過 小玉 楊祺玉這個問題 然後他就說呢 因為阿偉就是現在賺太多 他說太忙了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在我 問題應該在王子 因為王子現在呢 人氣比較高嘛對不對 要跟我們其他人帶 我認為他就是 就像棒棒糖的昆達一樣 這個費用的部分 呈現 希望呈現最好的一面 所有都規劃好 再跟大家分享 我應該是怪還是怪 你喜歡彩色或黑白 你的笑代表拒絕 還是等待 在2006年出道 隔兩年更曾唱進小巨蛋過 好事多磨 但體力考驗也很重要 我基本上唱得不多啦 所以我只負責跳啦 但跳的部分可能還可以 我沒有問題 我昨天有測試過16噸 可以 那多 有 有 有 我們在演唱 我們昨天在他們的演唱會 我們私底下就有在蹲的 對對對 我今天還可以 應該還年輕 回歸餐飲事業 笑說就上上班族 預計今年集團會有25家分店 明年超35家賣進 年營業額有希望增加1到2成 計算到上個月 大概700多個員工 所以至少我的粉絲見面會 至少有700個 所以跟我們6個 如果要合體來講 我的粉絲人數應該不會太差 那你要確定700個都會喜歡你 沒有 不能喜歡我 他們來報到就好 早早是劉董事長 但綜藝魂不滅 TV選領中學江不居 踏不倒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